全民吐槽娱乐圈 汪东诚代言女性用品 明星代言徐锦慎 有时候还真需要积分勇气呢 汪东诚代言某女性用品的广告 让人大跌眼镜 在这段广告视频中 汪东诚含情默默的告白 面对汪东诚深情款款的告白 网友调侃 大姨父怎么知道这产品好讨论 更有网友直呼 会三观 汪东诚却一脸坦然的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认为 这事件值得害羞的事 相反却为能够代言女性用品 而深感荣幸 当然我觉得代言了女性用品 其实是一个荣幸 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复巢 因为那个项目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比较 会不会比较 害羞一点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为女性分担 这方面的 算是辛苦 那我觉得其实是男生 反正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男艺人代言女性用品 在台湾并不少见 但在内地上述首次 但事实证明 由男艺人代言的女性用品热销 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怕你吐槽 就怕卖不掉啊